这样子我们用烘烤的方式啊 我们的食物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讲述传统哺哺们如何将农作保存 并分享原乡的饮食文化 她是泰尔湾部落的青农卓廷芳 在青年人口大量外流 传统农业逐渐适为的状态下 卓廷芳依然决然返乡 投入部落农田复根工作 期盼在原乡里丰富的农作资源 能被看见 也能透过部落农田工作 找回过往在山林的记忆 我会在家乡做部落农田复根的工作 就是很简单 因为我发现 我们要吃我们的农作物的时候 很少 然后就像小米一样 如果我们要吃 我们几乎都好像都吃进口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也要回来种 因为我们有农田 我们在这里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所以我就想说我回来做 然后还好有父母亲的支持 对他们就陪伴我 然后就鼓励我 对然后我就一然决然就 就做我部落农田的工作 强调部落农田复根 将有效带动家乡的产业 因此听到他愿意返乡做农田复根 家人也表示支持 现在全家与周庭方一起投入种植 所有的人力几乎都是家里的人 以传统原乡做布 如红梨 芋头 小米等 皆是友善农根的农作物 我希望说可以透过部落农田复根的工作 然后影响我们的 可以带动我们部落的产业 可以让人家知道说我们这里有小米 对我们这边有芋头 我们这边有高粱 我们目前我们在做的土地面积 加起来小块这样 加起来大概就八分块一角 对就这样 周庭方强调以亲近大自然的理念 期盼打造部落的生态农田 这里物种丰富 不用除草剂 也没有用农药 以友善农根方式耕作 要与农田培养感情 我们的部落农田呢 我们就是才 我坚持就是不使用除草剂 因为我想说我们的农田就是要 就是要变成一个是生态农田 对 因为我想看到这块农田成为一个很丰富 资源非常丰富 然后看到鸟儿就是大自然这样子 对啊 就是用五湖最传统的那个技术啊 然后来栽种我们的农作物这样 以四地四种的方式 然后跟我们的农田培养感情 有了这样的信念后 周庭方更希望能透过塑造品牌 极良好的行销管道 来推广自己的部落农田 因此他报名了屏东农业大学 学习相关心知及技术 也能在与其他同学交流的过程里 奠定未来的目标及方向 想说要增加一些自己的农耕技术 专业知识这样 因为单单靠自己的经验 然后去种植可能会有一些瓶颈 对 可能会碰到一些困境 所以我必须要参加一些农业大学的课程 让自己的知识技术成长 然后也透过一些同学的交流 可以让自己的交际更广 周庭方强调学习新知不只是要让鼓鼓们 知道友善农耕对土地的重要性 未来也可以结合部落产业 教育游客 卢小米树小米的收获意义为何 而并非只有销售而已 另外也期盼打造万安出品的销售平台 希望就是以后出去就会想到说 部落农田万安部落农田 就是看到小米就知道说 这个就是万安出产的小米 然后也希望说在未来我们部落 也要成立一个就是行销平台 对 我们的包装就是要有一个 非常在地丰富的特色包装 也希望说在未来我们的部落农田 就是变成一个是友善环境 对 让我们的夫妇他们可以接受说 我们的土地不要再使用除草剂 不要再使用农药这样 用最自然最生态的方式 然后来守护我们的部落农田 为了卓庭方期盼 鼓励更多部落青年返乡 投入农田布根 进而透过社区的结合 连结部落产业 从农田到餐桌 打造部落特色有权 我们的农田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产业 是一个透过团结 透过社区的结合 然后透过一些一夜结盟 可以从农田到餐桌 都可以变成一个我们部落 在地特色的一个产业这样子 我当然我会鼓励说我们的青年可以返乡 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土地只要透过我们的努力 它带给我们 会带给我们无限的收获 还有惊喜 强调自己热爱家乡这片土地 卓庭方笑称 只要努力 大自然及土地 就会带给你无限收获及惊喜 而它也会秉持信念 持续守护着部落农田 守护大地及原乡记忆 守护山林之美 素护山林之美 守护山林之美 守护山林之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